周宇文儿子这几年主要是在内地拍戏 几乎没什么点在台湾露面 最近他宣告拍摄新剧 也是他相隔九年再次在台湾拍戏 这日的记者会 更是儿子荣星做爸爸之后 首次在台湾公开露面 难怪吸引了这么多传媒采访 这日儿子联同新剧一众拍档现身 而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他的家庭状况 事关他的太太郁鸿渊 在去年11月在网上铺出一张四只鸭仔的照片 当时已经引来第二胎传闻 虽然当事人有透过经理人回应 儿子这日都有作出澄清 没有啦 我跟着我们家庭就放肆 就是家庭生活的时候就会 就会身体啊状态啊什么东西都不管 我就像一个大叔 对 因为我平常我也不修一些蝙蝠的嘛 所以我的邻居 我们的私底相会见面的朋友 其实都看过我们就是很异乱的这种生活 所以就纯粹就胖了 不是 不是什么第二胎什么东西 问到会不会有机会生第二胎 儿子就说有的话都好 无亦无所谓啊 这部剧的女主角张荣荣早在二十年前 就和儿子合作过台剧《贫穷贵公子》 相隔二十年再合作 两位都说感觉有点奇怪啊 超久 你们记忆是就贫穷贵公子吧 对 超久 你知道那天什么我们那天开玩笑 大家都看我们长大了 就是因为我是最近才禁组的嘛 所以刚开始都会觉得有一点紧张 但就觉得没关系我也有哥哥当靠山 就比较不害怕 然后我跟仔爱其实之前也有一些机会要合作到 然后都对对对都没有合作到 所以这一次我说我们就是可以碰到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荣荣有一个优点就是 他对每一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有很正面的能量给对方 所以我平常是比较不太会讲话的人 所以见面的时候隆隆打破这个尴尬 我就觉得太好了 你有觉得尴尬过吗 有啊 我就每一天都觉得尴尬 张荣荣这天还带爆 儿子的身份真是很随意 天寒地冻竟然穿短褲 搞到他都看不过眼啊 我每天看到他就 仔爱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少 都穿一点霸王寒流霸王寒流 上次紧张前天拍摄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淡水直位那边 五六度而已 他给我穿一条短裤 我吓傻眼你知道吗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今天有过膝盖 哥还是很健壮的 对对对 不太怕冷 对对对 另外大家都很关心 F4有没有机会再合体 因为去年有内地节目 以视像虚拟的方式 令F4再次同台 加上今年正好是F4出道20周年 大家都很期待神话再现 这天团仔就说前几年是有讨论过 后来就不了了之 可能因为要成事实在有点麻烦 要看整个设定是怎样 不过他认为只要大家有决心 相信是可以配合得到的 下来我来看的 下来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